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国王 尼泊尔总理 东立问总理 韩国总理 习近平就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李强出席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并讲话 韩正出席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我国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月23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子宾馆举行宴会 欢迎来华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秋日一元 水光炼宴 丹贵飘香 习近平和彭丽媛热情迎接贵宾 同他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他们是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叙利亚总统巴莎尔和夫人阿司马 科威特王储米莎勒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 东地门总理夏娜娜 韩国总理韩德朱 马来西亚夏议院议长佐哈里和夫人诺莱尼 亚澳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和夫人维尼塔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宴会厅内天青长卷如诗如画 山水登临 韵味悠扬 习近平发表致辞 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和我夫人的名义 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 今天是中国农历的秋分节气 在这个寓意丰收和团圆的日子 亚运会圣火将再次在中国点燃 我们愿同亚澳理事会和各国各地区代表团 共同努力为世界呈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 精彩分成的体育盛会 为亚洲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 亚运会承载着亚洲人民对和平 团结包容的美好向往 过去几十年 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成就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亚洲奇迹 作为山海相连 人文相亲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 坚持与林为善和互利共赢 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将亚洲打造成世界和平的稳定锚 我们要以体育促团结 把握历史机遇 合作应对挑战 践行永远向前的亚澳理事会格言 把共同发展 开放融通的亚洲之路越走越宽 我们要以体育促包容 增强文明自信 坚持交流互建 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指出 浙江坚持改革开放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正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 祝愿大家在诗化浙江 度过难忘的时光 在亚运会圣火下 留下美好的记忆 蔡奇 丁薛祥 王毅 李干杰 何立峰 王小红 慎怡勤等出席活动 欢迎宴会开始前 贵宾们欣赏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9月2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 会见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简建交65周年和中简友好年 我同西哈莫尼国王两次会面 体现了中简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 前不久 我在北京会见红马奈首相 就传承世代友好 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特殊友谊 高度重视中简关系发展 愿同检方一道 推动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深走实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我提出 清澄慧荣理念十周年 中简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理念 以及中国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中国支持柬埔寨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柬埔寨实现稳定和发展 支持柬埔寨在国际和地区舞台 发挥重要作用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 深化互利合作 扎实推进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尽快取得可视成果 服务各自国家现代化事业 双方要持续推进教育 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让中简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西哈莫尼表示 我非常荣幸率团来到美丽的杭州 出席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 中国已经两次成功举办亚运会 我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一定能够再次向世界呈建一届精彩绝伦的体育盛会 为促进亚洲大家庭的团结和友谊 做出新的贡献 柬埔寨人民永远铭记西哈努克太皇 同中国领导人共同缔结的兄弟般情谊 珍惜简中两国建立起的铁杆般友谊 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亲程慧荣周边外交理念 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简中命运共同体 祝简中友谊万古长兴 9月2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 会见来华出席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 并进行正式访问的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 世代友好 建交68年来 两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合作双赢的典范 中尼在实现国家发展繁荣的道路上 互为伙伴 互为机遇 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 愿同尼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不断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初具规模 双方要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拓展过境运输合作 助力尼泊尔早日由陆索国 转型为陆联国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赋尼投资新业 促进尼对华出口 愿同尼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为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尼方 加强多边协作 维护两国及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拉昌达表示 习近平主席是富有远见的 世界领导人 是全体尼泊尔人民的好朋友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取得更大成就 尼中是相互理解 相互依赖 相互支持的朋友和伙伴 尼方衷心感谢中方 给予尼经济建设 扶贫和抗疫等方面的无私帮助 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和西藏 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尼方不会允许任何势力 利用尼领土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这一立场坚定不移 不可动摇 尼方高度赞赏 并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相信这将极大助力尼国家经济发展 尼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系列重要理念倡议 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信今晚开幕的杭州亚运会 一定精彩成功 促进亚洲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9月2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 会见来华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 开幕式的东地问总理夏娜娜 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 将中国和东地问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东地问有意远远流长 中国最早承认东地问独立 并同东地问建交 建交20多年来 两国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政治基础更加牢固 内涵持续丰富延展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两国合作与时俱进的现实需要 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中方院继续本着 亲程慧荣理念 在现代化征程上 和东地问携手同行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始终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是中国和东地问关系不断升华的重要政治基础 双方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加大相互支持 加强国际协作 维护好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双方要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产业振兴 基础设施建设 粮食自主 民生改善四大重点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东地问更好融入地区发展格局 愿同东地问在中国普与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 加强交流合作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夏娜娜表示 我对2014年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的情景记忆犹新 很高兴近年来双边关系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在东地问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 中国人民始终给予宝贵支持 在东地问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 中国政府及时提供有力帮助 对此东地问人民铭记在心 感谢中方医疗传为东地问人民雪中送炭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回应了各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东地问坚定支持并将积极参与 东地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 重要理念倡议和政策主张 欢迎中国企业服务东地问投资 助力东地问国家建设 希望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 粮食安全 资源开发 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迈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台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9月2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 会见来华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 韩国总理韩德珠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韩国是搬不走的近邻 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1992年建交以来 中韩关系快速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 中韩关系走稳走实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对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也是利好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韩建交以来 友好合作始终是中韩关系的主流 中方坚持对韩幕林友好政策 重视韩方致力于中韩合作的积极意愿 希望韩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把重视和发展中韩关系 体现在政策和行动上 相互尊重 维护友好合作大方向 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 必将进一步释放出巨大市场机遇 中韩经济联系密切 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两国可以深化互利合作 继继续相互成就 中韩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可以加强沟通协调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韩德珠表示 作为中国的近邻 韩国中心住院杭州亚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去年巴厘岛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尹熙岳总统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良好交流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 韩中保持高层交往 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合作应对挑战 韩方愿同中方一道 致力于发展健康成熟的韩中关系 希望双方加强经贸合作 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 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长 蔡奇 丁薛祥 王毅 慎怡勤等 参加上述会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推进新型工业化 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新时代 新征程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要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统筹发展和安全 深刻把握新时代 新征程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 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把建设制造强国 同发展数字经济 产业信息化等 有机结合 为中国式现代化 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习近平强调 推进新型工业化 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完善党委 党组 统一领导 政府负责落实 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做好各方面政策和要素保障 开拓创新 担当作为 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强大力量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9月22号至23号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新征程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 重要原则 重点任务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指导性 为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李强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型工业化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做出重要论述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 我们党对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 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做到两个维护 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 重要论述 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 阶段性特征 以及面临环境条件变化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强调 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形式变化 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 着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大力推动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要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各类企业优势互补 竞相发展 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作用 以主体功能区战略 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动力与活力 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 贯穿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全过程各方面 强化组织领导政策支持 和人才保障 汇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强大合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强化政治担当 束牢系统观念 发扬斗争精神 在强化科技创新 保障产业安全上 持续用力 在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体系升级上 持续用力 在推动工业数字化 绿色化转型上 持续用力 在深化改革开放 增添动力活力上 持续用力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 吴正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 部分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 企业 军队有关单位 部分制造业企业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当地时间9月21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出席第78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 并发表讲话 韩正指出 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建设 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 人类命运修其与共 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韩正提出四点倡议 一是坚持公道正义 维护和平安全 二是坚持互利共赢 促进共同发展 三是坚持开放包容 追求文明进步 四是坚持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韩正强调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 大家庭中的一员 将始至不渝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各国共同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9月19号 韩正出席了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 合作成果展示高级别会议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领导人对话会 强调 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旨在推动实践更加强劲 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 为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与会各方代表 祝贺全球发展倡议合作 取得的重要进展 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 在凝聚发展共识 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等方面 发挥的积极重要作用和贡献 期待同中国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21号 韩正会见了第78届 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 强调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在纽约期间 韩正分别会见了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 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塞布鲁斯总统赫里斯托 祖利基斯 塞拉利昂总统比奥 几内亚总统敦布亚 巴基斯坦看守政府总理卡卡尔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系列重大理念倡议 表示愿同中方 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在国际事务中 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韩正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集体会见了美友好团体 智库负责人及各界人士 同他们就中美关系 应对气候变化 经贸合作等深入交流 今天是我国第六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人们共庆丰年 分享收获的喜悦 今年丰收节 以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 设在安徽五虎 现场举办了 全国农业科技装备成果展 中华农耕文化展等十项活动 金秋十节 神州大帝一派收获景象 在青海最大的清科种植区贵南县 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 预计今年摩产达到700多斤 在河南穗平 今年当地克服罕见烂肠雨 全年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在新疆塔城的高标准农田 百万亩玉米 全部实现机械化采收 明年就是丰收节 总书记都会给我们发个节日祝贺 我们农民心里特别暖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现在万里庄 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粮食 生活很足人 稻黄鱼肥刮果飘香 眼下吉林茶甘湖秋季捕鱼迎来高峰 今年茶甘湖全年的捕鱼量 预计达到1000万斤 在江西鄱阳县万亩水产基地 渔民们抓紧收网 开启今年秋季第一捕 丰收时节 希望的田野铺展美丽画卷 在辽宁本西 百万亩红松林进入采摘季 在陕西隋德 23万亩山地苹果挂满枝头 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致富果 在山东 蓬莱的葡萄 沾花的冬枣 庆云的高粱 喜货丰收 产业多元 助力乡村振兴 卖出坚实步伐 这几天 黑龙江浮远的蔓月梅迎来丰收 如今这里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蔓月梅种植基地 在广西工程县 柿子产业综合产值 已超60亿元 总书记说 千方北季 拓宽农民征收 支付局道 我深受感动 也很受鼓舞 种上柿子 相当变美了 村民的收入提高了 大家的日子 越来越红火 庆丰收 促和美各地活动丰富多彩 全国妇联动员引导 各地开展了 经过新粮 节粮 庆丰收主题活动 北京怀柔的农民丰收节 科技范儿十足 传统的农副产品 经过科技手段培育 实现了品质全面升级 亚运盛会即将开启 世界目光聚焦杭州 体育健儿将共赴一场 精彩的亚运制约 前唐将判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宛若一朵 绽放的莲花 今晚亚洲45个体育代表团的 运动员相聚于此 激情与梦想将在这里点燃 今晚的开幕式 运动员们欢聚一堂 这太令人兴奋了 我很喜欢杭州亚运会 心心相容 爱达未来这句话 相信中国举办的这节亚运会 将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今天的开幕式 我非常的期待 特意穿上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服饰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 都会竭尽全力 我曾在中国看过奥运会的开幕式 因此对本届亚运会开幕式 满怀期待 我相信今晚的开幕式 一定会非常壮观和完美 在中国的亚运之旅 也将会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亚运圣火即将点燃 在象征丰收和团圆的 中国农历秋分时节 亚运会正式进入杭州时间 掀刻下独特中国印记 我第一次来中国 这里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友好 即使语言不相通 大家也能成为好朋友 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呈现 一场精彩的盛会 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和场馆 一切都很完美 通过亚运会 我们将会更加团结 传递和平与友好 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也是很荣幸的 因为可以在我们的国家 去参加比赛是很幸运 也是很 我也是很期待我的表现 本来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题目是 共会亚运新的话卷 共创亚洲美好未来 热烈祝贺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向世界奉献一届 中国特色 亚洲风采 精彩分成的体育盛会 祝贺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祖极站 今天正式启动 聚焦风沙尘的园区和路径区 在流沙入侵地等重点区 国家部署实施14个重点项目 祖极站片区 涉及内蒙古甘肃等4省区82个县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个团场 华北地区首个新型电力系统 全域示范区 昨天在河北崇里启动建设 示范区将新能源 抽水蓄能 以及虚拟电厂等能源系统 前沿技术融合 实现能源资源 在全域优化配置 提升全社会综合用能效率 2023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 今天在北京屁幕 来自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 以及中外工商法律界代表 近500人参会 大会发布 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北京宣言 提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深化国际法治交流等5点倡议 今天江苏南京先新路 过江通道跨江大桥顺利合拢 先新路过江通道 是南京主城区 七峡区与江北新区的重要纽带 预期2024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从七峡大道到江北沿江公路 过江车程将从原来的一个小时 缩短至10分钟 维方至烟台高速铁路 日前全线铺轨贯通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中 沿海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烟高铁建成后 将补齐交通半岛地区铁路交通短板 俄罗斯国防部22号说 乌克兰当天对塞瓦斯托布尔发动导弹袭击 导致黑海舰队总部建筑受损 一名军人失踪 俄方还在塞瓦斯托布尔拦截了5枚乌方导弹 乌克兰军方当天确认袭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乌军方消息报道称 乌军此次袭击使用了英法两国提供的导弹 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根据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布的信息 袭击发生当天 俄罗斯海军高层人员正在塞瓦斯托布尔召开会议 根据塞瓦斯托布尔地方政府公布的信息 目前塞瓦斯托布尔港海上客运服务已暂停 黑海舰队是俄军5支舰队之一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黑海舰队舰船和设施曾多次遭袭 金融分析公司标普全球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9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值为47.1 欧元区该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 低于50的融枯线 德国汉堡商银行指出 根据数据测算 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预计环比萎缩0.4% 导致经济低迷的因素 包括欧洲央行持续加息 能源价格高期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言人22号表示 美联储系统将在今年底前削减约300个工作岗位 目前美联储系统有约2.1万名员工 报道称 这是该机构自2010年来的首次削减工作岗位 主要针对支持性职位 近日受高温大风天气影响 意大利西西里岛燃起多处灵火造成两人死亡 岛上多数地区进入灵火红色警戒状态 在火情较为严重的巴勒墨地区 当地学校已经关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